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 在现在的媒体环境当中 工作条件却这么差 尤其是年代并购一电视之后 在去年底并购的时候 承诺资方承诺的六个条件 有四个条件没有维持承诺 包括第一个他的编采自主 没有一条新闻两台播 再来涉及事务的规范 没有做到 再来他的两个新闻频道的经营 尤其是一电视频道的员工的补食计划 一电视的员工不仅在年代并购之后 越来越少 劳动条件越来越差 这也是我们今天必须站出来的原因 今天记者的劳动条件 如果没有办法改善 台湾的新闻自由就没有办法进步 今天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站出来 发表共同声明 并且到NCC来诚勤抗议 希望NCC能够具体的调查 年代并购一电视的六大承诺 到底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 有没有组合承诺 如果没有组合承诺 就应该具体惩处 甚至撤销原处分 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诉求 工会取得罢工之后 一电视的资方 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调离线 虽然现在调回来了 第二个重要的动作是把工程部 整个转移到年代去 各位想想看 哪一家报纸没有印刷厂 哪一家广播电台没有发射站 一电视没有工程部 那我们所有的视讯 我们所有对外发生的东西 是不是全部掌握在年代的手上 今天年代叫我们关门 年代叫我们关台 我们就关台了 这一电视还有尊严吗 今天如果苹果日报 自由时报 中国时报 或者是联合报 没有印刷厂 苹果日报报 只交给中国时报印刷 中国时报今天不光是苹果日报印刷了 那苹果日报不用出开了吗 是这样子的吗 有这么荒谬的事情吗 他为了打压工会 可以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第二个很重要的 什么叫做人员补食计划 一电视卖点年代之后 我们人员应该要保持在350个人 到现在为止 从来没有过 当我们人员低到200多人的时候 年代做了一个很屌的补食计划 把年代的30几个业务 转到一电视来 说这叫人员补食计划 没有一个记者 没有一个工程人员 没有一个能够直播电视的人员 这叫做补食计划 NCC有没有听到 第三个 编采分离 什么叫编采分离 各台都要有各台自主的权利 我们现在一电视跟年代完全合在一起 去年 在一电视 转让的工厅会当中 我曾经出席 出席绝大多数的学者专家 所提出的共同质疑都是 在整个转让案 还没有完成以前 我们已经看到了 一个记者 拿两支麦克风 年代跟一电视 两支麦克风的景象 我们质疑 我们也很担心 在正式的合并 转让通过了以后 两家电视台的编采独立 是不是能够贯彻 代表年代 出席的总经理 他在NCC 工厅会上面 跟大家拍胸脯保证 当初一个记者双麦 只是一个过渡性 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 一电视绝对会维持边采独立的原则 跟年代分得清清楚楚的 设计事务到底有没有做出规范 去年的时候 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就跟NCC已经做好决议 一定要有设计事务的规范 所谓设计事务的规范 最重要就是新闻自主公约 平面的编辑台自主公约 这个公约到现代会 他就是不愿意谈 有什么好不愿意谈的 你是摆明了要做坏事 你不敢谈吗 今天新闻是为人民的第四权而发生的 连这样公正公益的条约 你都不敢签 你到底在怕什么 今天为了要这个位置 实在是当记者的悲哀 实在是当记者的悲哀 各位看看今天我们才来了多少人 各位知道 今天敢来这里的人 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我们在来之前 伊甸市的司方不断的告诉伊甸市的同仁 你们再闹下去 公司解散大家没饭吃 你只要敢上街抗争 我就在你头上贴标签 这不是恐吓是什么 他们对台北市劳动检查处 所检查违法的事项也没有公告 大家跟他们讲的 他们把要公议 把公全部 整个调报年半 这就是不断来的行为 这就是把要公会 打者公会的一个个法 所以不只是都要虚心 我们也希望 台北市劳动局 以及这个劳动部 必须要介入调查 约台上 包括一月四 包括年代 有一百分之四十 8月14号那天 8月14号中午12点 我们取得罢工权 8月14号晚上7点钟 我就被调离 限制案的工作 要求不准碰新闻 一直到8月20号的中午 我才被我的长官告知 说可以回去做新闻 当中大概有六七天 14号到20号 大概七天 我本来是 采港中心政治组的记者 就调到没有职务 他叫我专心去做公会理事长 不让我碰任何新闻 他就不让我 我就不让我去外面跑线 不让我跟外面接触就对了 然后后来现在又 到8月20号又重新回来 从谈判破裂6月底到现在 他就不再会理我 所有的内容过程 都是我们公会片面要求 资方下来跟我们谈的 然后拒绝跟我们谈的 都是资方拒绝的 那现在整个破裂 我们取得罢工权 他在对外 跟各位说明的 所有的内容 没有任何的公文 他说我跟我们谈 没有 大家不讲 没有 只有副总经理私下 找了我跟理事长 副理事长 做了一个沟通协调 希望我们不要这么强硬 那也有示出一点善意 关于这个善意的部分 他个人的保证 个人的guarantee 跟公司的保证是两回事 我说我现在是公会 你可以给我公司的保证 我就接受 他说他也没有办法 他有压力 我说我懂 那你就做好你的事 我也做好我的事 就这样 我们知道反媒体垄断运动 是反对过度大型的并购 认为媒体越大 集团越大 对于金融工作者的专业自主权 伤害越大 对于多元的环境的伤害越大 但是呢 同样伤害环境的 也是媒体工作者的劳动权 那么这样的一个二职的环境 他同样伤害我们的新闻专业 跟自主以及多元 如果今天NCC在这件事情上面束手无策的话 那NCC以后针对任何广电媒体股权转让 所做的条件或者是负担 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根本就没有人 根本就没有人把你NCC当一回事 就是这场提出我们今天收到了 那我们会里面稍后我们会发布新闻稿来对这件事情的证实 在这么漂亮大楼里面办公的NCC委员 可以走到凡间来 看一看各位媒体现在生存的环境 大家都是媒体记者 每一年我们都有同业过劳死 每一年我们都有同业 因为因此而中风 瘫痪 层出不穷 为什么没有人敢发声 因为大家都有蹊跷 你们有蹊跷 我也有 站在我后面的人通通都有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站出来 因为我们受不了了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站出来 取得罢工权是多么困难的机会 我们竟然能在半年之内就拿到罢工权了 这在媒体在全世界媒体都是破天荒 笑死人了 台湾酣称说是媒体自由 真的自由吗 我们媒体常常被阅听人骂 是笨蛋 是白痴 是智障 我告诉各位阅听众 我们背这个屎盆子 我们背这个大便 够久了 我们不是笨蛋 我们是被逼的 有多少人 已经离开这个行业 就是因为对这个行业痛心了 你要留下 媒体的精英分子 就要改变现代媒体的现况 改变媒体的现况 拜托 从年代跟伊甸斯开始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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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